健康看我人生乐活 官员朋友你好 我是林书伟 现在人呢 这个生活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富裕 所以我们要求不是要活得长 是要活得有品质 并且活得呢 最好是看起来像倒退20年 那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名词 像什么动灵啊美魔女啊 无非都是希望自己看起来 比这个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那怎么样永保青春呢 我们今天就要请教健康顾问团 好好跟大家来讨论讨论 来看今天的健康顾问团 宋凤怡 急治皮肤诊所院长 专长 皮肤疾病美容医学 廖婉容 中医师 专长 瘦身美颜 宋明画 营养师 专长 营养保健 体重管理 好 老化呢 是地心引力给我们造成的一个影响 那也是我们如果说不好 爱惜自己的话 还是老化了会很快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开始老化了呢 那其实人类的第一个老化迹象 大概都是在咒纹方面 咒纹 那是哪一条纹 第二个是射板 最常见的 像我是男生嘛 所以我的发生的第一条咒纹其实是这条 抬头纹 对这条我记得我出来那天是35岁 你有算过 对对对 然后我就打了肉乳感应素 然后大概延缓到差不多40岁 40岁以后我就不理他 那现在没打了 他就固定了 他就固定了 我就懒得理他 因为我老妈跟我说那个表示智慧的样子 可是我知道的是大部分女生 她们出现的第一个咒纹都是鱼尾 鱼尾纹 鱼尾很有趣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动态纹 所以其实差不多在32、33岁就会出现 就会出现 很少二十几岁的女生 我们很少看到鱼尾纹 但是32、33岁基本上就出现 我发现还有一个地方的纹路 它是特别早出现 法令纹 因为我观察我女儿 她现在9岁 她还没有还很拼 可是我发现高中生 国中三年级高中生 好像接接就出现了 法令纹在各地有不同的叫法 像台湾叫法令纹 香港叫虎纹 老虎的虎 然后那个 我记得大陆那边好像叫鼻尖纹 还是什么 鼻唇沟 那这个东西很有趣 是法令纹的形成 大概是所有咒纹里面最复杂 就是它的原因很多 包括第一个 当我们这块脂肪 loss掉 那大概在35到40岁 这块脂肪loss掉 它也会使得这个地方 就是苹果肌是不是 对对的 苹果肌会使得这个地方 感觉到比较平坦 它法令纹反而会比较晚出 但是如果你一天大人做这样的动作 或者你非常的 为什么它叫法令纹 因为非常严肃的人 他会一天大人有这个动作 或者鸣嘴的时候 它这条线就会慢慢出来 它其实 法令纹是一个动态纹加 健态纹的构成 所以 然后它又跟 身部的肌肉牵扯有关 所以 所有的治疗里面 法令纹的治疗 其实是最复杂的 蛮复杂的 而且法令纹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可以跟各位讲 就是说 早年 大概在12、3年前 15年前 肉乳感应素 刚刚进台湾的时候 它主要治疗了两个重要纹路 第一个就是法令纹 然后第二个就是抬头纹 跟鱼尾 这些就是 皱眉纹 对 上脸部的纹路 后来 事实上在法令纹的治疗里面 肉乳感应素的注射 算是失败 就是说 那时候医师 我们刚开始 我们第一代在学肉乳感应素的医师 我们会发现 哇 你去打台湾文 很简单 你随便打一打 它就不见了 就是你失败率很低 然后你的鱼尾文 失败率也很低 然后两个纹路失败率非常高 一个就是眼带 后来才发现 就是经过 再过这七八年 十年才发现 原来眼带打肉乳感应素 要非常小心 就是它的 眼带打肉乳感应 会不会很僵硬啊 没有 它放松完以后 它如果你放松得刚好 它那个肌肉的软缩 变得比较少 它眼带就下降 可是有些人 因为中国一个名词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叫卧蚕 对 有些女生特别喜欢卧蚕 有些女生把卧蚕当作眼带 所以如果你没跟它沟通好 就会产生纠纷 那另外一个就是法令纹 就是早期大家都觉得 法令纹 既然是肌肉构成 这么强悍的纹路 它应该很容易打 是 后来发现说 法令纹的困难点在于 第一个它常常往往是一边 就是它打完又会变这样子 不如不要打 因为它的剂量很难抓 第二个 法令纹它除了有动态纹以外 它也有静态纹 所以法令纹一直到什么时候 才变成皮肤美容医师的 比较容易的项目 是到玻尿酸注射出来 就是填补它 对对对 他们两个出来 到台湾来说 大概差不多差了一年多 所以我还记得 我们一开始学若感染书的时候 遇到法令纹真的是头痛不得了 就病人要来打 你不帮他打又不行 可是你知道这个打下去 失败率实在太高了 就是成功率实在太低 后来玻尿酸出来以后 法令纹才突然间变成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好 那这一张图 要给我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左边这个 比较漂亮的女生 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这样 人类第一个出现的皱纹 其实是细皱纹 所有的皱纹都是从细 然后慢慢变出 那这个细皱纹 可以有两个来源 一个来源是比如说 我们像看眼下眼袋 这个部分 那个部分的皱纹 其实是皮肤干燥的结果 就是眼下的几条线 那个往往 你只要稍微遮点霞 或者你在那边 滋润度高一点 那边就会消失 但是鱼尾纹的部分 还有法令纹的部分 它基本上就属于相对动态纹 就是说 因为你经常做这些动作 所以把那个地方的 加烟蛋白挤压的结果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不同的分布 然后不同的 那个均匀的状态 对 所以它就出来 然后所以它就演化成 那个右下角那个图 大家看到那个 非常老的老奶奶 那个就是很清楚 它就是全部都出皱纹 那我们在上面 右上角给各位看到那个 那个其实是一个特殊化妆的结果 它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皱纹 突然特殊化妆变成这样 那告诉你说 这个图我们特别把它挑出来 是因为 告诉你说 其实人类 在视觉上 就是人家告诉你 你老了 它主要是看哪几个点 这就化妆是最清楚的地方 就是抬头纹 鱼尾纹 鱼尾跟法律 就你只要把这三个做出来 我们就知道它老了快30岁 那请问怎么样会变成那个老婆婆那样子的脸 最常见的理由 最常见的理由其实还是破坏 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 差不多六七几以前 我们谈过一个那个防晒 然后那个有一个司机 因为他开车在左边 对对对 一个右边一个左边 右边跟左边 晒太阳那地方差很多 好 那在中医师来看 其实因为我们现场 中医师或是营养师 都是美人 那其实你们自己害怕老化的部位在哪里 以前像其实年轻时候还有那个 我们讲的baby fat 对那我其实年纪大了之后 脸就越来越瘦 对那我觉得其实就很怕说 因为其实瘦下来 你的脸部的纹路也会增加 也会增加 那这中医怎么看我们这个老化的部分 其实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跟肾气有关 因为肾是先天之本 那所以我们讲 当人体在肾阴虚这种状况之下 身体就会开始出现老化 那什么情况下会造成肾阴 中医讲的肾阴 它其实是一个滋润我们身体 五脏六腑一个精华的物质 所以它有滋润乳氧我们身体的作用 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皮肤 那什么情况下会造成肾阴虚 那第一个就是老化 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因为荷尔蒙的减少 声音会不足 那第二个原因呢 其实就跟年纪比较没有关系 就是跟我们的就长期的熬夜 睡眠不足 日夜作息颠倒 或是过度劳累 这些情况之下 其实会造成我们 过度的耗水我们身体的肾阴 所以会发现 这一类的人皮肤不仅比较干燥之外 其实会发现眼睛也干涩 然后或是我们的容易口干舌燥 这些肾阴虚就是滋润乳氧功能下降 那事实上如果说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重视我们自己的 吃的饮食的部分 应该也可以让我们的老化比较晚一点 对 当然 因为其实刚刚前面都提过说 其实日常生活很重要 包括有没有抽烟喝酒 你的睡眠品质 以及你的饮食运动 还有生活的压力 有没有定期的找一些自己输压的管道 都是对于不只皮肤 其实有些我们的老化 其实有的时候是由内而外 比如说有些人 他长时间便秘 比如说排便根本就不顺 那当然不要说等到30岁了 可能20几岁他开始 皮肤就会有一些毒素 没办法从肠道排出去 他就从皮肤展现出来 对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 由外其实是一个保养 由内而外其实也是一个根本要做的一个地方 是 那我们都知道说 像宋医师常来我们节目就有提到说 不同的肤质嘛 那干性皮肤是不是真的老得会比较快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人类一定是从细皱纹开始 那细皱纹有两个主要来源 一个是细微的动作开始 就像比如说鱼尾纹 那第二个就是皮肤的干燥 那我们知道皮肤每天在代谢角质层 角质层这样不断的代谢出来 那如果我们皮肤的出油量 出水量是正常 这些角质层会被溶解 它就变得比较滋润 就是所谓的先天乳液 但是如果我们的出油量比较差 或者这个人他必须上妆卸妆上妆卸妆 他不断的破坏了他的先天的皮脂膜 他的角质层就可能堆积 所以大家在谈到所谓老废角质堆积的时候 都注意到老废角质堆积会有灰暗的感觉 就是我的皮肤暗沉 可是事实上老废角质堆积也是细皱纹的来源 它就是一个干燥 大家可以把细皱纹当作 某个程度上当作一个裂痕 它就是一个cracks 就是一个裂痕 所以这个是无所谓的 那你只要好好的把自己的保湿做好 那保湿的部分只是说 你在做的时候 要小心这个保湿的行为 不要反过头来堵塞你的毛孔 因此你在使用这些保湿成分的时候 以我自己来说 我会强烈建议你做一点检查 做一点监测 就是拍个50倍的图 然后确认说你长期使用这个保湿剂 它的毛孔事实上是越来越通畅 或至少它的堵塞程度是一样 没有因为你使用保湿剂 就它就越来越堵塞这样 你油也不能够太油 因为油到最后把你的水分吸干的话 你会变成干 所以它的那个皮肤的那种代谢调节又不够好 对 所以其实保湿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要做 可是保湿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因为保湿你一定会用到油性锁水 那油性锁水如果那些油 它可能本身有堵塞能力 或者它可能有制粉刺性 或甚至制豆性 它就可能出问题 好 那我们就说这个女生老的好像比男生快 那是因为男生本来有制度比较多的关系吗 对这个人的原因是一个很高的误会 那我们就看着它是什么厚的 就看着它是什么厚的